据月球探测器官方报道 说到武汉卓尔 他如今在中假联赛中积分高局榜首 无人匹敌 不过就像俗话说的那样 最怕比你强的人还比你更努力 卓尔没有满足于如今的成绩 他们还在利用今下的休灾期 进行人员方面上的调整 争取在开战之前 将队伍配置提升到最高 打到一支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的队伍 最近他们就租进来前锋配德罗如尼奥尔 这是一位巴西人 同时也是这支排投羊队伍中 引进的第四个外援了 然而根据足协会议定 中假联赛每一场比赛 只能派出两个外援 所以卓尔现在的人员搭配 可以算是非常奢华了 不过有来就有去 据说卓尔的四个外援之一 上赛季拿到了金学奖的莫雷罗 接下来不会再在这个俱乐部踢球了 卓尔之前有三个外援 拉斐尔 埃弗拉和莫雷罗 其中的拉斐尔上赛季表现也是很棒的 拿到了亚冠的赢学奖 在来中超之前 他在这联赛效力 到中国之后 他的进攻水平有目共度 在都场比赛中屡次进球 现在射手榜中高居首位 也正是因为之前引进的外援 带来了巨大帮助 卓尔这才又找来了另一个八七外援 卓尼奥尔和拉斐尔一亚 这人此前一直都在日本 这联赛踢球 一共出场147次 踢进了47个 现在租借到卓尔之后 合同持续一个赛季 联赛结束就会回去 至此 卓尔已经请来了四个前锋外援 光从这一点上看 卓尔的实力毫无疑问是中甲的守卫 因为四个外援的实力都很强劲 都可以在中超踢出自己的一片天 无论对手是谁 都不会怕他 不过 从长个赛季的上半程来看 拉斐尔和埃弗拉代表卓尔出场的情况比较多 而上个赛季表现超好的莫雷罗 却没有什么亮相的机会 反复哭坐冷板凳 这就让人猜测 他可能要离开卓尔了 从拿到金靴到上不了场 这个巨大的落差 可能跟如今的中甲外援数量限制政策有关系 除了积极引进外援 卓尔在内援的补墙上也没有松懈 他们的三个新人目前已经抵达武汉 准备开始和球队一起训练配合了 其中一位之前是国奥队的核心球员 另外两个是U21的年轻队员 看来卓尔对于保持中甲防守的位置 有着不小的野心啊 对于保持中甲防守的位置 看来卓尔对于保持中甲防守的位置